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首位视频 这一期呢 我教大家画一个眼睛 对不对 然后呢 教大家画这个铅笔画 就是素描嘛 对不对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熊呢 是怎么画的呢 先用铅笔轻轻的起一个这个轮廓 轮廓是怎么起呢 就是两个眼角 然后上眼皮 下眼皮 然后鼻梁的那个位置 然后再就另一个眼睛的两个眼角 上眼皮 下眼皮 然后咱们起完这个大致轮廓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在里面画上眼珠子 对不对 就画上那个圆滚滚的眼珠子 然后画完眼珠子呢 大家可以看到小熊呢 是先画睫毛 因为小熊觉得这个睫毛是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比较重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小熊就先画这个睫毛 然后画完睫毛呢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小熊在这抠这个内眼角 对不对 什么叫做内眼角 有人就要问了 哎 内眼角呢 就是有泪线的地方 对不对 就是你平常对不对 你被你男朋友甩了 你被你男朋友甩了之后 在宿舍里挖挖流泪 然后泪水出现的那个地方就叫内眼角 大家懂不懂啊 哎 就内眼角 然后 然后画完内眼角之后 小熊又画这个上眼皮 对不对 哎 画了一个双眼皮 对不对 双眼皮 可惜小熊不是双眼皮 小熊是内双 对不对 什么是内双 就是一觉起来 偶尔会发现自己的眼睛一单一双 反正特尴尬 然后画完这双眼皮之后呢 现在呢 着重刻画一下这个 下眼皮和这个眼角部分 就是加重 然后呢 画这种素描 哎 加重 加重是怎么加重呢 就是拿着铅笔 拿铅笔排线 大家懂一懂什么叫排线 就是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排完线呢 如果你想让它就是 过度的 过度一下 或者说让它模糊一下呢 哎 一般是什么办法呢 哎 学素描小伙伴肯定都知道 就拿手指啊 拿手指 就是 不是不是卫生纸那个手指 是自己的手指头那个手指 然后擦一下 对不对 一擦这个铅笔呢 就会在纸上 模糊了 对不对 就模糊了 然后反正就那个意思 哎 其实有些事啊 小熊是 小熊心里知道 但是说不出来 对不对 有些是很难讲的 然后现在呢 小熊这个 刻画这个眼睫毛 哎 小熊画了个 妹子的眼睛 哎 妹子一般都是 喜欢弄那个长睫毛嘛 然后拿那个 呃 睫毛夹一夹 夹完之后 弄那个什么 往睫毛高涂上对不对 显得特特别重啊 对不对 特别重特别长 哎 所以说呢 这个睫毛一定要 一定要仔细刻画一下 仔细刻画一下 那刻画完睫毛之后呢 在这个双眼皮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 比较重的地方啊 比较重的地方 那就是双眼皮与这个皮肤的 哎 与这个也内眼眶的这个交接处啊 哎 这个地方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内 内眼角这个地方也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就是眼人 再就是外眼角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重的 把这些重的地方刻画好 这样的整幅画 就给人一种 哎 给人一种挺厉害的感觉 对不对 挺厉害的感觉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哎 这个 这一期呢 就是 哎 画着玩的 画着玩的 随便给大家画着玩 然后一共画了二十来分钟吧 就画完这个眼睛嘛 画完这个眼睛之后呢 哎 怎么着呢 因为小伙伴一直说嘛 一直说这个小熊怎么 光画水彩 也不画点 铅笔画什么的 哎 小熊就 画这么一期嘛 因为前两天吧 看着那个 B站这个首页上 有一个 有一个国外大处嘛 画眼睛 画眼睛感觉挺好玩的 哎 感觉挺好玩的 然后呢 小熊也画个眼睛 给大家看看吧 对不对 我是教教大家 教教大家怎么画 让大家都能 对不对 看完那个视频 有小画画冲动 哎 但是你们不知道该怎么画 嘿 我教你啊 对不对 星星贼 哪里不顾点哪里啊 然后呢 小熊现在开始画这个眉毛 哎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怎么画呢 是先这种 以这个横排线的方式 先把这个眉毛的 大体轮廓给打出来 哎 大家可以看到 千万不要就是一条线画过去 就一定要这么排线排过去 把这眉毛 然后再着 然后再一会儿再刻画 然后现在呢 小熊先画另一个眼睛 然后和之前眼睛一样的画法 然后呢 着重刻画的呢 就是上眼皮 哎 上眼皮一般是比较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眼皮下面有一个阴影 对不对 上眼皮被光照着之后 这个底下有一个阴影 那个阴影是非常重的 然后所以说 这个上眼皮一般 一般都是比较重的 然后再就是眼睫毛 内眼角 外眼角 然后再就是那个 双眼皮那个地方 哎 这些地方都是比较重的 哎 还有眼人 对 还有眼人 然后把这些重的地方 给刻画好就行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来人画这个眉毛 哎 这个眉毛画的 画起来呢 哎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哎 怎么样才能画出那种 就是看起来像是眉毛的感觉 就是一根一根的呢 你先大体这么一刻画 大体一刻画之后呢 再再用这个笔夹 用这个铅笔笔夹 对不对 重重的 刻画那么几根 刻画那么几根 那几根是哪几根呢 就是两根 两根毛发 交接处的位置 懂不懂 就两根毛发 只要叠在了一块 它就会变得比较重 所以说 哎 就给人营造出这种感觉嘛 然后呢 现在也是小庸发现这个 从抽屉里翻出来的那根考试 专用2B铅笔 哎 不大 不大行了 对不对 哎 不不不怎么 不怎么好用哎 就就就掏出来这个 掏出来这个自动铅笔哎 掏出来这个自动铅笔 咱们再 刻画一下 对不对 然后大家也看到 这个自动铅笔 由于笔夹是 一支都是挺细的 所以说比较容易刻画细节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就比如说你想刻画一些不是细节的地方就比如说灰面呀比如说打打吊子呀这些地方你用这个自动铅笔呢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哎 后面也没什么好讲的 大体就这样了 然后后面啊咱们就加速播放就在加速播放 然后整体来说后面的环节呢基本上就是加重加细 然后加重加细加重加细就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基本上这个视频呢小伙伴们看一看就懂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小熊也都讲了 然后一些需要自己领悟的地方呢 哎小伙伴们就拿起纸来拿起笔来自己画对不对 自己画好多事都是自己接触了之后 你才会懂对不对 哎还是希望小伙伴们都能画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吧 哎行了就这样了 你们听会歌吧对不对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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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